国民党内部高官李施宇正在等待着去往北平的火车 可这时国民党军统的人却个个面露不善的地找些什么 最终停在了李施宇的面前 见到李施宇的军统的人一点不客气地直接对李施宇这位高官动了粗 紧接着将他押入了审讯大牢对其进行严刑拷打 李施宇本是国民当局高层如今为何竟遭此对待 李施宇的身上有什么秘密是能让国民党对其如此大打出手呢 加入革命 李施宇生于黑龙江的一户富族人家 正是由于家境优渥 李施宇有了更多读书的机会 而李施宇也没有辜负家中的希望 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天津中学 一路念书的李施宇眼看着那时风雨漂泊的中国 他十分想为祖国做些什么 于是在校期间 李施宇为了能够唤醒更多的中国人的腐朽的思想 李施宇多次带领着南开中学的学生们游行抗议 可惜最终学生们的轰轰烈烈的抗议行动却效果甚微 而后李施宇也一直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法子 于是李施宇考上了北京政法大学 他希望能从此处找到救国的方式 经过在大学期间的了解与探访 李施宇深深地认为共产党 或许会是能够带着人民走出困境的队伍 就在这时 日本为了挑衅中国便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人民受苦受难 而当时的政府却仍旧没有什么表达 这让李施宇十分愤懑 于是李施宇要加入共产党的心愿越来越强 1931年 李施宇抱着为带人民走出火海 国家走出苦难的心态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但是令李施宇没有想到的是 加入共产党的行列后 他并没有被指派扛枪上战场 组织上给他的任务居然是成为一名卧顶 潜伏生涯 李施宇加入组织后 被安排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打入东北军内部获取有力情报 最开始为了能完成这项任务 李施宇只好先以看望同学张学梦为借口 平凡出入东北军 但是这样却不能让李施宇拿到什么有力的情报 可就在这时 担任东北军警卫处主任的张学梦 却向上级举荐了李施宇 李施宇这才有机会能在东北军内部任职 就在李施宇加入东北军没有多久以后 西安事件爆发 在张学梁的压力之下 即使蒋介石不愿最终也还是不得不与共产党一起抗日 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来临 中国内部的全面抗战由此展开 只是与红军合作展开抗日并非蒋介石所愿 这样的局面在维持不久后 便又由蒋介石打破 为了控制东北蒋介石将东北主将张学梁扣押 而张学梁被蒋介石扣押后 东北军自然就归入了国民党的编制 李施宇也从此打入了国民党内部 在成为国民党的官员后不久 汪精卫集体官员朱金华来访李施宇 原来是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伪政府 为了能够加固自己的政府 汪精卫派出人马拉拢国民党内部官员为自己效力 汪精卫靠着卖国讨好日本 李施宇又怎肯为这样的人卖命 朱向金看出了李施宇的犹豫 编解石倒并不是真的让他投入汪精卫的门下 而是希望他伪装成汪精卫的人 好从中窃取情报 李施宇在与朱金卫告别后 立即向组织上汇报了这件事 在组织上攒撒考虑后决定让李施宇进入汪精卫集体内部 就这样李施宇成功打入汪伟政府内部 同时还获得了上海市长陈公博的赏识 从而成为了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 接受调查 在李施宇担任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几年后 国民党接任了上海的全部工作 而李施宇这个司法处长的职位却依旧保留 不仅如此李施宇加入了军统帮助搜集情报 还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也正是因为这个职位的缘故 李施宇在这期间就下了不少被捕的共产党员 可是时间久了 李施宇一系列的反常行为很快引起了军统的怀疑 由于蒋介石十分痛恨共产党 所以当抗日战争胜利后 蒋介石终于能够抽出手来企图剿灭共产党 于是上海的大街上各处都是军统 各处都在搜索逮捕共产党 就在李施宇一次企图偷放共产党统治的时候 不巧被军统注意 最后被逮了个正招 于是这位风光的司法处长被逮捕入狱了 没有了昔日的风光 李施宇在狱中接受了非人的待遇 国民党为了逼问李施宇 让其和盘托出自己与共产党有染的事实 国民党对李施宇进行了言行逼供 几日的折磨下 李施宇早就不成人样了 可即使如此 李施宇仍然咬紧牙关 既没有说出自己的共产党身份 也没讲出关于共产党的任何情报 国民党眼见没能从李施宇口中 讨出任何有利的情报 恼羞成怒 最终国民党以莫须有的汉奸罪 判处了李施宇七年有期徒刑 只是李施宇还没有坐满七年 由于国民党与在共产党的交锋中连连溃败 这让国民党的财政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战场上的经费不足 让国民党不得不通过释放罪犯 来减少财政压力 正因如此 李施宇也成为了被释放的对象 由此走出了国民党那黑暗的监牢 出于的李施宇为了能够找到组织 辗转来到北平 终于结束了长达15年的卧底生活 回归组织的李施宇 虽然没有在国民党处风光 但是穿上革命军装的李施宇 却感到无比的光荣 15年的潜伏 15年的提心吊胆 都在李施宇听到中国即将解放的那一刻 化为灰烬 1949年 李施宇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 这一刻的到来 是多少先烈前仆后继 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